由小到大的Hobbys就喜歡做一些手作東西 電子、馬達、凡是會動的東西我都喜歡 然後就模型 因為小時候看很多電視仔的機械人、飛機 那些很科幻的東西 最喜歡砌機械模型、坦達車、飛機 雖然很多都是手作東西 熟到不得了 我在小學三年級已經可以自己坐車 由堅尼秘城去深水埗 放完整條阿庭街 掃光工廠不要的馬達 還有那些一元不知有多少窄的電線 都要拿回家製造 博色會的,但要過時過節 因為我們家裡生兄弟 買得一個一定要買三件 父母就不會洗得起那麼多 所以就自己再買 找一些馬達、電線、電池 然後有些牙籤瓶撥爛了 就像機械人一樣 把那些東西組進去 自己組出來 牙籤瓶底是有顏色的 面上是透明蓋 透明蓋開開揭揭 就像機械人的頭蓋結結結 類似是把原本擠牙籤的位置 放在電池 就會走來走去 我想工作就算你怎樣熱誠也好 其實都要求的 那你那些時間總要回到其他地方 那有些人就會做運動 有些人會meditation 那我自己就會 除了做運動之外 另一件事就是喜歡做一些 會靜靜的耳朵可以繼續聽音樂 然後有些東西會occupy我對手 那些我就覺得很舒服 幾千塊的圖 慢慢砌一邊聽著音樂 其實也是很舒服的事 另外一件我很喜歡做的就是 譬如一些皮夾的東西 都是會 因為我喜歡的就是 它會involve一個設計的過程 其實你也是很有 要想很多不同的步驟 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產品出來 又可以將一些不漂亮的收藏在裡面 然後中間的過程又有很多很重複的 就是好像砌圖或者煮飯 都會有些重複的東西 是令人很平靜的 就是這樣 這樣反而很少 因為我想那個process 即是無論是煮飯也好 拼圖也好 做這些皮夾也好 其實是想個mind去relax 所以不會特地去想 反而你剛才說的例子 是發生什麼時間呢 因為早上四五點 很早睡醒 然後人好精神的時候 通常是那些時間想到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能夠睡得好 其實是你平日休息 將壓力可以釋放到你才會睡得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熱餘的活動 其實都很大幫助 我想最大原因是記性不好 那就不會做到歷史學家 律師那些什麼 但是我自己是 我想我是喜歡 一方面就是喜歡設計不同的東西 我小學那時候是會 那時候漫畫那些很盛行 那我是畫東西都不錯 會畫一些機械人 然後自己幻想裡面的結構圖出來 然後就可以賣到錢 賣給同學 所以我那時候已經很喜歡做這些東西 那一路讀書是發覺自己 記性不及別人 但是我想我是看一些圖案的東西 會看得明白的 所以有時候 譬如 我想很多人讀Engine 是因為數學理科的比較好 其實數學理科 很大部分不是你要記得 而是你要看到圖案 所以很自然就走到這條路 就是去在science Engine那邊 最終就覺得Engine最適合 我開頭大部分的設計是設計給機器 即是這個機器在什麼溫度 在什麼環境之下運作 它需要我設計什麼螺絲 設計什麼零件給它 所以我是設計機器給機器 那是一個挺大的轉捏 因為直到我做了五年工程師 通常工程師做到五年就開始考牌 考了牌之後人工就會升 通常下一步就是結婚生仔坐頂頂 我當時就決定考牌之前 先做多些有趣的事 參加了摩爾街醫生 之後同學十字會也做很多這些事 我想從那時候開始就發覺 其實工程不一定要在社會裏面 不一定要起樓起高些 起樓起快些 整車整快些 不一定要做這些很optimization的事 反過來我們現有的科技 其實是可以幫到一些落後地方 去改善生活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很留意 開始留意 如何將這些科技放在人身上 去解決人最基本的需要 基本需要並不是有沒有一個好的電話 而是有沒有食水 有沒有牙遮頭 有沒有飯吃 有沒有電去維持他的生活 這些最基本的條件 原來都是 朋友都問他 人家無國界醫生 你走去做什麼呢 是不是人家醫院不好的 你幫忙抬走呢 我就說 其實你將無國界醫生也好 紅十字會也好 你將他幻想成一間醫院 放在一個打仗的地方 一個戰地裏 一間醫院 他需要什麼人在裏面呢 你只有醫生護士是一定不行的 你要有人供水 供電 甚至有人要出糧 要維持一間醫院 周圍的安全 病人的出入 有人數藥 這些運輸工作 其實很多很多 所以那時候我的工作 基本上 不流血 不呼吸的東西 都習慣了我 另外一些 都會幻想到 一個工程師在那裡做什麼 會幫忙 水 電 房屋 車 所有這些維修建築 都會在我們中 有些人 我想都是人 最主要都是 你會見到 因為我都是在城市長大的 基本上都沒有去過那些地方 不是說在香港交易公園 大家都是無壓劑頭的地方 一樣 那裡是一個打了十幾年像的地方 我第一個去的 mission 是在蘇丹 是2000年 那時候我去 已經打了十三年內戰 這樣打了什麼都沒有 所以在那些環境那天 其實你看到什麼都會很特別 但是有一次很記得的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因為我們工作的環境 其實真的是大膽障 你聽到槍聲 就要馬上操作 所以凡是放假或什麼時間 他們會輪流替換我們出來 讓我們休息一個禮拜 即是叫做R&R 那次剛好聖誕節 我可以替換出來 去了接近邊境 那裡就有一個 UN的compagnum 我們就受邀請去那裡 吃個聖誕節晚餐 我們吃的什麼呢 在一個打了十幾年內戰的地方 我們喝龍蝦湯 我們有牛扒 有雞扒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聖誕節晚餐 但是在鐵絲網的另一邊 你就看到當地的人在排著 整條很長的龍在排隊拿水 純粹為了乾淨的水 在排一條很長的龍 就是靠一個鐵絲網 那個是挺深的記憶 我想有幾個反思 我們很多時候說救援的 好像回到城市 就覺得好像做了很多事幫很多 但其實我們在那裡的角色 有時候都不自覺地 都會有一些 那種殖民地的 behavior 在那裡表現出來 是自己不覺得的 另一方面就是特別是現在 就是發展到現在 我們在看ChartGPT 會帶我們去另一個世界 這是我們城市裡 好像很緊張的事情 但是其實當年 成20年前我看到那個畫面 現在還存在的 這些人依然是說那三人 他們有食物、水和 shelter 他們依然是struct了這三人 所以世界的貧富懸殊 而且貧富的貧富是越來越大